在大陆外高桥造船厂这庞大的船体 就是大陆第一艘国产游轮 这艘游轮的长度是323.6米 高度70米 满员的时候这艘游轮可以容纳6500多人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由于内部设备复杂 游轮跟航空母舰液化天然气船 并列为造船工艺的巅峰 这艘新船预计5月离开船物 经过两次海事之后 年底完工交船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游轮的顶部 这一片区域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宁静甲板 未来这里就是一个聊天和晒太阳的好地方 走进内部 旅客活动区域有14层甲板4万平方公尺 从餐厅 剧院 购物区 水上乐园 到健身房一应俱全 这是一个双人间 然后这边还会放一个沙发 这个沙发也可以当作一张床 船船房间大概有多少 这样的房间全船有2125间 中国的游轮产业呢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速度 预估在2035可以达到一年5000亿的这个产值 宣传中国制造的同时 船厂也强调 游轮生产是国际分工 很多关键设备还是要向外国采购 至于这艘邮轮盖好之后 究竟谁是全东 要拿它跑什么航线 到目前为止都还在保密之中 TVHN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